母亲从来都是极致崇高的象征 它象征着祖国 象征大地 象征母后 所谓皇天后土 自我童年开始 就在各种诵歌和诗篇中 被当作大自然 当作大海 当作无限宽阔 无条件接受我 并充满滋润我辱知的怀抱 我把党来比母亲 把普遇万物的黄土地当母亲 把长江黄河当母亲 一切宽广包容 充满爱意 不计回报的事物 都被我们当成母亲 闭着眼 颂扬了半个多世纪 一睁眼 已是二十一世纪 第二个十年 竟看见一个被铁链 拴在破屋墙上的 八个孩子的母亲 我突然意识到 别扯了 别把母亲这条门槛 设那么高 把她当这当那 就把母亲当母亲吧 把她还原成她吧 我做过女儿 我做过女儿严格陵 做过战士严格陵 也一直在做一个 作家严格陵 但今天的我 仅仅是母亲严格陵 那铁链的这一头 拴着我 我能感到生铁 在脖子上 稀释体温 能感到 那碗冰冻 西周的尖硬 相对铁链那一头 拴着那母亲 紧剩的两颗牙 它的尖硬 超过她囚禁地的 水泥地面 我也能依稀听到 满堂儿女 在另一个门内 另一个世界里的热 云闹 那里有足够的饭菜 有温暖的室温 有嬉笑对答 而那一切 都没有这位母亲的份 因此 我更能共感她 搏一下身体的凄冷 那是怎样的身体啊 二十多年 经受不止息的蹂躏 被打掉了牙 被扯落了发 被当成一个器皿 成装受欲 被实施一个逆向进化 从人至非人 那曾是世上画家们 膜拜的少女之体 人神之间的生命 多一步可做圣母 少一步也是父母的 掌上明珠 那还欠一节生长发育的肉体 本来是由爱情来享受 却连爱情为何物 都不及知晓钱 就被毁灭了 成了活人体上的废墟 我能体验 我能体验育体到废墟的过程 所经历的疼 痛 木 死 那体内最柔软的宫殿 子宫 任八个孩子在其中形成 成形 成长 直至被这个子宫送上人世 还有那条最柔韧的走廊 缠道 让那些无情的精子侵入 再让一个个血肉连心的亲人 免出 阿依莎 我的女儿 虽然没在我身体 经过同样的旅行 但她爱我 尊重我 呵护我 假如我把这个母亲的故事告诉她 她会怀疑我编造了一个鬼故事 从前有座城 叫做封县 城里有个董姓人家 鬼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这几天是中国人最盛大的节日 虽然是他乡的平常日子 但我们每天仍是系着穿点喜气服饰 做几样传统饭食 不知铁链上的母亲 刻在单衣上 加了一件够暖的衣裳 仅剩的两颗牙 能否拒绝到一点年饭 能否半壶伦地咽下几个饺子 自从听说了这个铁链上的母亲 我愤怒 悲伤 心神不宁 一整天的恍惚 无法集中心思写作 读书 学德文 昨天 给生病的老公做咖啡 竟把罐装的鸡汤 当牛奶倒在了咖啡里 书 在我手上 一行字 要读好几遍 还是抓不住他们的意思 我很少有这种 一天到晚 做不成事的时候 我可以费钱 但绝不费时间 但这个节日的五天 在我这里 统统荒废了 我意识到 或许该留出点时间来 专门留给愤怒 让愤怒正当发作 愤怒出诗人 愤怒是我很多小说的燃料 所以愤怒有资格成为我这些天的主题 愤怒也可以像节日一样 让一般的家常事物让位 想通之后 我把我几十年如一日的日常事物 让位给愤怒 专供愤怒消耗我 消耗掉足够的能量 再冷却我 让我回到我的电脑前 写作 于是我把过去的五天 叫做我的愤怒节日 让我终于下决心 写这篇文章的泡脸子 却依然是愤怒 今早收到一个朋友转来的文章 是一名自媒体记者写的 文章是关于那位封县母亲的长子 状告记者的荒唐事 人的天伦观 道德观 怎么颠倒错乱到这个荒唐地步了呢 她是你的生母啊孩子 拴在铁链上的 只能是女奴 是无穷花 或者是行将就义的女烈士 你懂吗 网络上说 把母亲当狗拴 我不以为然 文明进化到今天 连狗也不可以拴锁在铁链上了 这位作为长子的孩子 从城里打工挣钱回到家 不仅不把母亲从铁链上解救下来 而且要状告呼吁解救的人 这是什么逻辑 这是在我的尊奉 百善孝为先的祖国生长的人吗 你这种颠覆伦常 残忍冷漠的人 会影响你的七个弟弟和妹妹们 假如影响了弟弟妹妹 母亲的境遇 还将恶化到什么地步 母亲已等同女奴性奴 活着是一场漫长痛苦的死 没死 已经开始腐烂 她的境遇 还有恶化的空间吗 她生下你们一群孩子 是为了她自己 有足够的人手来拴她 来看守她 为了在她饥寒时 得到八分冷漠 为了在内满西州动应后 发生八分熟视无睹吗 她生下你们这些孩子 难道为了在外人来营救时 竖起八根阻挡她出狱的铁窗栏杆吗 想想吧孩子们 她那万分不情愿的子宫 曾任你们居住成长 她那残破的产道 曾把你们引向人间 你们的行程 是她一次次痛苦大行的结果 仅凭这一点 她比一般幸福的母亲 至于你们的恩情 还要深重啊 行行吧长子孩子 你在帮你们那个凶手 奸银犯父亲 慢性杀害你们的母亲 你在为你七个弟弟妹妹 学习施虐母亲 做罪恶的带头人 假如我的女儿 看到她的母亲 遭遇你母亲所遭遇的 她会二话不说 超齐武器和肆虐者决斗 哪怕拼掉她尚未长大成人的 年轻生命 我对她有这样的信赖 凭她对我的呵护 所有重物必须由她 给我扛 背 拎 我就有底气 假如她见到你们 对你的母亲这样 她会心碎 会问我 妈妈 会有人 对我的亲生母亲这样吗 也许 她还会按下决心 有朝一日 她要找到她的亲生母亲 确证那个母亲 不像这个母亲 被拴在铁链上 或者她会这样问 妈妈 我真的是在这块土地上出生了吗 写到这里 我想到波兰裔导演 吉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代表作 蓝 电影中女主角朱莉 与她的女佣 有这样的两句对话 当时 朱莉的丈夫和女儿 死于车祸 她的悲伤 已经远远超越了流泪的程度 她只身一人回到家里 见到女佣在哭 朱莉问 你干嘛哭 女佣答 因为你 不哭 你问 你干嘛愤怒 我答 因为你 不愤怒